Hello 大家好 今天邀请了荔枝角的Ricky 来跟大家讲讲港人港盘 Ricky 今天介绍哪个盘 我们今天介绍珠海斗门 名字叫新力湾花园 新力湾花园 有什么特别 便宜 漂亮 正 便宜 漂亮 正 让你给个机会介绍 新力湾花园位于珠海斗门 珠峰大道南侧 珠海新力房地产兴建 现在是住宅 还有70年产权 价格大约11,500元 总共有23栋 高层现在看到有户型图 有15栋高层 15栋高层两梯四户 羊房有8栋 在二期后才会再建 有一梯两栋 全部都是带精装交付 大部分都是22年 12月底就可以交楼 管理费现在收3元 但现在服务很好 都是一个大型的屋苑 23座 他们有分量期 不过这个真的在珠海 珠海斗门井岸那边 但刚才我看到你写着是11,500元 现在很划算 真的很便宜 如果珠海应该其他一盘都找不到 尤其你说在斗门 现在平均价格都在行 到差不多15,000-16,000元左右 如果说11,000元 我想真的便宜通整个珠海 在斗门大家都看到 如果去到白昭那边 现在可能都去到15,000元 或者去到17,000-18,000元 刚刚那个我们叫时代倾城天神 我们有很多客户买 不过那位是比较美 而且方便 香港大侠一过来便宜通 专门可否介绍新力湾交通情况 新力湾交通情况 如果谈到交通 东方便有三环三中 四通八达 大家可以看看 有一条叫做西部沿海高速 可以到中山那边 大约40分钟左右 可以到香州旧区那边 还有一条珠峰大道 是井岸的主城道 还有可以到珠海大道 可以到旧城区也行 如果说三中 机场高速 可以到金湾机场 还有有一条港佛干珠城轨 现在都正在建 还有一条湘湖路 日后便可以很方便 去旧区金湾那边 交通真的很方便 如果这个位置 应该大概近着将来的 城轨的斗门站 是新清站 真的很近 如果港佛分钟要多久车程 才可以到斗门站 车程预计应该五分钟内 五分钟内 五分钟内 即是这样说法 其实一分钟我走过去 也不需要十分钟 十多分钟 十多分钟 其实这个盘很方便 其实这个盘 那么近的话 其实如果做这个价钱 我觉得真的价值很大 已经是26,000元起了 现在说回交通方面 和日后会起的大桥 我们现在最主要是 会靠这条红河大桥 今年年尾 航空截之前便会通 最重要应该是上面那条 湘海大桥 现在年尾便会全程通车 全程都是行100时速 所以便很快 还有还有一条是金海大桥 日后便是靠这条 便可以有承轨到机场 再接到新清站 这几条桥我们大家都在等 即是到时 就算不是搭巴士 或不是车 搭承轨都可以回家 是的 承轨 如果去新清站 如果承轨上中山便可以 到时下珠海机场 过环琴 过珠海北站 口岸也很方便 这应该是香港人最喜欢 因为香港人最喜欢什么 一落楼下附近 就是地铁站 地铁上盖 我们香港人都比较喜欢 这个真的可以 说说附近新聂湾学校那边 五百米直径 有一间比较出名 叫华中师傅 被语明国内中学奥斯卡 很多很聪明的人 就会在里面得到很多分数 升到很多名校 但如果到幼稚园 都已经有十二所的幼稚园 如果小学比较多 就是第二实验小学 清华学校和新唐小学 所以中学那里有几间 不止一间华中师饭 都挺出名的 这几间 我记得了 商圈那里大家都比较紧张 可能不买菜 或日后食饭去哪里 逛街shopping 如果二十分钟之内 如果会去到的情况下 最近当然是我们的井岸 大上新都会 大上新都会 你都见到 有个大型摩天轮 六七层高 上面有小型卡丁车 可以玩的 大部分井岸和斗门的人 都会去这个商场 会为主比较多 所以很烈热闹 但如果想买高级牌子 或者很多朋友来 想去那些走不完的地方 就可以去金湾华发商都 金湾华发商都 今年年底下已经在招租 下年年中应该都开业 再近一点的 就有湖心路的嘉和城 嘉和城有很多客户去 都很出名 但如果你说严远 附近都有些成熟少少 比较旧 新唐城市商业广场 这些都可以买到日常用品 日常生活 但如果你说都严远 项目自大有5千平方的商业体 到时日后买菜买什么都很方便 可以满足到业主的需求 5千平方米 即是5万平方尺 所以都应有尽有 有很多东西买下 如果你说刚才说金湾华发商都 如果跟你刚才说 就是乘轨站 踏到金湾站 已经可以去到 是 都在附近 如果再踏一个站 就已经去到金湾站 可能你到时走过三四个字 就已经走到那儿 真的很方便 说回他们的分布图 刚才说了18栋高层 就是北区那里 南区那些 底下那些就是羊房 但他们的屋卷会自带幼稚园 这是新历他们自己建的 但会交回政府那边的管理 还有他们用以人为本 住得舒适的方向 来建这个小区 它里面如果高层 就有那些叫做 830米的环形跑道 大家喜欢做运动的时候 可以尽程下去跑 如果你说羊房区 即矮层那些 都会有465米 基本上等于我们平时 我家去练习跑步 都是去政府的400米的 但基本上羊房区 都已经有400多米 高层那些都有800多米 基本上跑一个圈 都挺累的 我平时跑了10公里 可能大概十多个圈 已经完成了 所以都不错 而且有1800平方米的阳光草坪 到时可以上去坐下 休息一下 看看景色 即是你那幅图 是 所以你看看都很翠绿 现在人们好像流行野叉 有空去拿点食物 欣赏风景 你看到那些草又那么绿 你觉得那人舒服很多 是 而且如果他们现在在架空层 底层大堂 旁边打造了全灵团健康生活 健康外面有条跑道 卡路里架空层 在下面可以让你做健身 这种情况 而且本身有泳池 还有球场 如果说儿童方面 有八草园 乐换天地 同梦架空层 这些都可能是给小鸚仔 有些设施可以让他玩一下 这样比较好 基本上我们所有乡人最喜欢的 Cuphouse的东西都齐在这里 是 但他们不会做到一锁出现 但我想问刚刚在肚腩为止 卡路里 是什么 这些应该是 有些设施可以让你跑步 打拳 这样的情况 炎超卡路里 我以为刚刚在肚腩 帮我减肥 还有很多客户都最喜欢 因为很多客户都养小动物 因为很多小区都没有 这些寵物乐园 可能散步时 可能要带出街逛 比较危险 但他们现在会自己 设有一个寵物乐园 所以都不错 很多客户都有问这些问题 这真的很重要 因为近期多了很多客户 问如果真的带回寵物 过去珠海或其他大湾区生活时 其实屋苑可否让他们养 这些寵物 又或者他们楼下有没有地方 让他们自由活动 这正正可以适合我们 养宠物的那群业主 所以很多客户都是 因为这个原因 有很多都是 说到他们的物业管理 物业管理排行榜 有100强里 他们已经到10强了 满意度 因为真的很厉害 基本上他们是一线的国际品牌 所以沈博士选了什么呢 同一集团在中山楼盘 新力翡翠湾 所以都是因为这样 大家可以看到阳干草坪 种植绿油油的草 很厉害的他们的技术 他真的跟新力翡翠湾的感觉似 因为新力翡翠湾 一进去的第一次 你看到很大型的玻璃 外面有很大片的绿油油的草 整个盘被整堆绿色的树围住 就是沈博士喜欢这东西 所以卖了飞翠湾 如果被他看到草皮 他一会到朱河又买这个盘 名额应该差不多满了 真的很多楼 大家谈谈一下 有他的户型出现 这个128是洋房矮层 一梯两户 他做开四房 有南不通 这个都很舒适 大家住下去 128平 这个露台真的很大 这些露台都是6米长 因为平时如果你说南不通 通常两个露台都不会去到短露台 但通常是横厅才会出现到这个露台 但现在问题是南不通之余 还可以做到一边有个小露台 一边有个6米大的露台 这个真的很难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这个 等他开矮层时可以密切留意 还有这个都比较王牌的户型 110平方 都是做到三房的南不通 他都算做多少南不通 1112大一点平方 还有个大家比较喜欢的 细积少少 可能如果真的上退休的情况下 两口子 可能买一些细平方 这个都可以 90这个 看上去挺失用的 如果大家有什么资讯 想了解 可以先加我们的YouTube频道 是刚才 刷回Gail记号就可以了 又或者找回我们V加Chash V加的吴计划 这个是神万王子 记得可以回答给他 基本上每天都在黎智角等待大家 好的 今天就先说到这里 下次再和大家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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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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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